那接下來我們介紹這個 Error Functions 那什麼是 Error Functions 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簡潔的方法去寫一個 Functions 比如說我們看這行 code 那這行 code 假設今天我有一個 Array 裡面這個 Array 存的是 Numbers 我們叫這個 Array 叫做 Num1 可以嗎?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 call 一個 High Order 的 Function 這個是 JavaScript 已經 provide 好的 跟 for each 很像 基本上就是它會把這個後面的這個 Function 然後對每一個 Element 都 call 一次 然後那個 Element 它會 call 這個 Function pass 給它一些參數 那這個參數的第一個 parameter 就是那個 Element 然後第二個參數就是它的 Index 可以嗎? 所以 Map 的話就一直 call 後面這個 Function 然後 pass 給它 第一個 Element 然後 1 0 第二個 Element 1 第三個 Element 2 可以嗎? 好 那後面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用傳統的方法寫 比如說 Function 括號 Vi 對不對? 然後一個大括號這樣 好 那 你也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OK? 就是前面這邊呢 你可以用一個小括號刮起來 然後這個就是 Parameters 的 List 然後這邊呢 用一個 Arrow 有沒有看到一個 Arrow 然後這個 Arrow 後面就是它的 Party 這樣 那這個 Party 你可以用大括號刮 可是如果只有一行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那個大括號省略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如果前面的這個小括號 只有一個 Parameter 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小括號省略 所以 call 變得很簡潔 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這邊只有一行的話 這邊直接寫這一行 它直接會假設這一行 如果它是一個 Expression 的話 它的結果就是這個 Function 的 Return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它就直接 Return V 加 I 這樣 OK? 然後這個 Map 做什麼事呢? 這個 Map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後面的 Function 的 Return 的值 塞給一個新 Array 所以你就得到了一個新 Array 可以嗎? 然後這個新 Array 跟 Joe Array 是不一樣的 Array 跟 For Each 不一樣 For Each 是會改 就是這個 Function 是有辦法直接改這個 Array 對不對? 那這個 Map 是說 我把這個 Return 的值塞到一個新 Array 可以嗎? 所以這個 Map 跟 For Each 還蠻像的 只是它是 Create 一個新 Array 所以我就得到了另外一個 Array of Numbers 然後它裡面的值呢 就是分別存放第一個 Element 的值 然後第二個 Element 的值加1 第三個 Element 的值加2 一之類的 我就得到一個新的 Numbers Array 可以嗎?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所謂的 Error Function 可以嗎? 那這個 Error Function 除了這個語法 比較簡潔以外 它其實有一個跟傳統的 Function 很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知道這個傳統的 Function 呢 其實它的 Binding 是這個規則呢 有時候還蠻討人厭的 對不對? 我們曾經花過一段時間特別去解釋說 如果你在 Function 裡面你寫 This 的話 這個 This 代表的意思 那簡單來講就是 正常的 Function 它的 This 呢 永遠 Bind 它的 Current Owner 對不對? 那這個 Current Owner 可能是 Window 可能是那個 Function 如果當 Method 用的話 就是那個 Object 對不對? 或者是它當 Constructor 用的時候 就是這個 Constructing 的這個 Object 對不對? 那這個規則的話 你當然如果知道當然很好 那有時候是這樣子 有時候是說 你在寫這個 Code 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看下面這個 Code 那你會希望這個 Function 永遠 Bind 得到某一個 Object 比如說你今天 Define 一個 Object 叫做 User 它有 Name 叫做 Bob 對不對? 它有 Friends 它是一個 Array List 然後有一個 Function 叫做 Greet 然後這個 Greet 做什麼事呢? 這個 Greet 基本上就是去 Call 我現在這個 This.Friends 這個 This 你會知道 這個 This 如果它是 Math 去 Call User.Greet 的話 這個 This 永遠會指著就是這個 Current User 對不對? 然後 This.Friends For Each 然後你這邊 Pass 給它一個 Function 可是這個 Function 如果你用正常的 Function 的寫法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 Function 的 This 會是誰? 會是 Window 對不對? 因為你只是 Pass 給它一個普通的 Function 並不是說某一個 Object 點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直接去 Call 它 就算是它是從某一個 Object 點什麼什麼進來 但你只是把它當成是一個普通的 Function 在用 對不對? 所以你在 Call 這個 Function 的時候 那這個 Function 裡面 它的 This 是 Window 對不對? 可是你會希望說 如果今天這個 Function 我希望它這個 Function 裡面的 This 就是這個 Object 那怎麼辦? 那你就可以用之前講 你可以在那個 Function 裡面 Call 一個 Bind 然後 Bind This 對不對? 那一個比較簡單的寫法 就是你把它變成 Arrow Function OK? 就像現在這樣 所以如果你變成是 Arrow Function 之後 你就不用做那個 Bind 就是好像那個 Bind This 這個動作 就已經直接這個 JavaScript 幫你做好了 OK? 所以當你今天呢 你寫成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它吃一個 Parameter F 然後 Map 到以下這個 Body 對不對? 那這個 Body 裡面呢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用什麼什麼什麼 This 那這個 This 就會跟這個 Function 外面目前現在 Context 所用的 This 是同一個 This 可以嗎? 也就是說 換句話說 就是背後它其實幫你在背後通通的 用 Create 一個普通的 Function 然後後面接 Bind 然後刮號 This 那那個 This 就會是外面的 This 對不對? 就全等於做這件事 這樣知道意思嗎? 只是你就不用花時間在寫 Bind 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這個 This 就會跟這個 This 是同一個 This 那這個叫做 Lexical This 就是這個 Error Function 的 This 是看它在定義的時候 不是在 Call 的時候 在定義的時候 它的 This 是誰? 它就 Bind 給誰?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普通的 Function 它的 This 是 Bind 給這個在 Coder 的時候 是誰在 Call 那它的 Coder 這個 Current Owner 那這個 Error Function 的 This 是在定義的時候就決定了這樣 可以嗎? 好 那同樣道理 這個 Error Function 裡面 你也可以用這個 Argument 這一個 Variables 這個也是 Provide 好 還記不記得在 Function 裡面 都有這個 Argument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Argument 也是 Lexical 也就是說 也是在這個 跟外面的 Argument 是一樣的 比如說 以這個 Case 來講 如果你在這個 Error Function 裡面 寫 Argument 的話 OK? 它不會代表的是這個 F OK? 不是這個 F 的 Array 這樣子 是外面這個 Function 的 Argument 它是空的 因為外面這個 Function 在 Coder 的時候沒有 Argument 可以嗎? 這可以自己做一個實驗 好吧? 因為我們剛剛的這個 Function 在 Webpack 裡面寫 然後開 Watch Mode 那就可以直接看看結果 這樣子 好吧? 那這個我就不寫了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Error Function 跟 Lexical This 或者是 Lexical Argument 是在那一陣子 它有一定的 就是在這一個